在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人 他们总是不懂得珍惜别人的好意和付出 这样的人不仅让我们感到失望 甚至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 因此我们需要学会识别这些人 并适当保持距离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 八类特别需要注意的人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类人喜欢利用别人的人 这类人其实很容易辨认 他们只会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 一旦目的达成便会消失无踪 这样的人其实缺乏基本的感恩之心 他们只会不断利用你的善良 甚至是你的好意为理所当然 这类人的特点就是 他们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 永远都是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 才会突然冒出来 然后再迅速的消失 我们生活中可能都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他们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或说辞 总是能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让你心甘情愿的伸出援手 但是一旦你帮助了他们 他们便会很快离开 甚至连一句感谢都不会说 他们会利用你的善良和热心 不断的索取 而不会给予任何回报 有一个朋友 他总是会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来找你借钱 或者在需要帮忙搬家的时候来求助你 但当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总是有各种理由推脱 甚至有时候直接消失不见 这种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朋友 他们只是利用你达到他们的目的 一旦他们不再需要你的时候 他们就会消失 直到下一次需要帮助的时候 才会再次出现 这类人往往会让你感到失望和心寒 因为他们的行为让你觉得自己的好意被辜负了 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辨认这种人 并保持距离 避免自己成为他们的工具 因为这种人永远不会对你真正感恩 他们只会一再利用你的善良 让你感到疲惫和无奈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同情心或是友情 对这种人心软 但这样只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利用你 我们应该学会保护自己 对这种人说不 不要让他们再有机会利用你的善良 因为你对他们再好 他们也不会感激 只会在达到目的后迅速离开 甚至连一句感谢都不会说 这类人其实是一种情感吸血鬼 他们不会在乎你的感受 只会一味地索取 他们的自私和冷漠 让你感到心寒和无奈 但是我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 不要让这种人再有机会 利用我们的善良 我们应该对这种人保持距离 不要让他们再有机会伤害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对这种人心软 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 但是事实是 这种人并不会因为你的善良而改变 他们只会变本加厉地利用你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辨认这种人 并对他们保持距离 避免自己再次受到伤害 我们应该学会保护自己的善良 不要让他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 对这类人我们应该坚定地说不 不要让他们再有机会利用我们 因为我们的善良应该用在值得的人身上 而不是被这种自私的人利用和辜负 第二类人 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 在我们的生活中 总会遇到这样一类人 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永远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他们的自私自利 让他们无法看到别人的付出和帮助 这些人总是把自己的需求和利益放在手位 无视周围人的感受和贡献 当我们与这类人打交道时 无论我们多么真诚的付出 多么热心的帮助 最终往往只会换来失望和伤心 我们或许曾经以为 只要我们对这些人好 只要我们不断地付出 他们总有一天会看到我们的真心 会感受到我们的善意 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 这类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 根本不会在意我们的努力和付出 他们只会一味地索取 当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后 便会转身离开 甚至不会回头看我们一眼 想象一下 当你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同事 他在项目中只关心自己能够获得的利益 无论是升职加薪 还是取得老板的认可 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这些目标展开的 即便在团队合作中 他也只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去做 而对于那些需要团队共同努力的部分 他要么敷衍了事 要么钱粹推卸责任 这种情况下 即使你再怎么努力去协助他 希望他能够改变自己的态度 结果通常还是徒劳无功 同样的 在我们的朋友圈子里 也不罚这样的人 他们在需要帮助时会主动找你 言辞恳切 让你无法拒绝 而当你有困难时 他们却总是找各种借口推脱 甚至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些人只会在有求与你时才会出现 而在其他时候 他们根本不会在意你的感受和需要 他们的世界里 只有自己的利益 对于其他一切都视若无睹 更加令人心寒的是 这类人即使在面对亲情时 也依然是自私自利的 他们可能会在父母年老体衰时 颓尾照顾的责任 甚至为了争夺遗产而不择手段 他们的行为让人心痛 却又无可奈何 因为他们的本性如此 无法改变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 我们需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们不应该对这类质 关心自己利益的人过于付出 因为这只会让我们更加失望和受伤 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宝贵的 应该用在那些真正值得我们付出的人身上 那些懂得感恩会回报我们善意的人 才值得我们去付出和帮助 第三 对于那些不愿意付出回报的人 我们必须谨慎处理 这些人只懂得索取 而从不考虑回报别人的付出 他们似乎总是在等待别人的帮助 却从未想过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来回应这种帮助 这样的人 无论你做多少 他们都不会觉得满足 更不会感激你的帮助 想象一下 你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位同事 每当他遇到困难时 都会来找你求助 起初 你觉得帮助他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因为你相信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但渐渐的 你发现每次他解决了问题后 却从未表达过感谢 也从不主动提供任何帮助 这种情况下 你会感觉到自己的付出 彭扶成了理所当然 而这种理所当然的感觉 让你开始对这种关系感到厌倦 有些人天生就不懂得感恩 他们认为别人的帮助是应该的 自己的需求永远是敌位的 这样的人 在他们的眼中 世界围绕住他们转 别人的付出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他们从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更不会在意别人的付出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 比如 一位朋友每次需要帮忙搬家时 都会来找你 但当你需要帮忙时 他却总是有各种借口推脱 或者是家庭成员中 有些人只会在需要经济支援时找到你 却从不考虑在你需要情感支持时出现 这些例子都显示了他们缺乏感恩的心态 感恩是一种相互的情感 是一种双向的交流 当我们付出时 希望得到的是一份回报 这种回报不一定是物质上的 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认可和感激 当我们帮助别人时 希望得到的是一声谢谢 一个微笑 或者在我们需要时 对方也能伸出援手 然而 那些不愿意付出回报的人 他们从不考虑这些 他们只会在需要时找到你 而在不需要时 你彷復消失在他们的世界里 这样的人 他们不仅仅是自私 更是一种对人际关系的漠视 他们从不认为 自己应该为别人做些什么 甚至在接受了帮助后 依然觉得这是理所应当 这种心态 让他们在生活中处处所去 却从不愿意付出 在长期的交往中 这种不对等的关系 会让我们感到疲惫 每次当我们再次帮助他们时 都会感到自己的付出 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这种失落感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强烈 最终 我们会对这种关系感到失望 甚至开始质疑自己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此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必须学会 是时停止自己的付出 学会保护自己的情感 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 无止境的索取中 当我们发现对方从不愿意付出 回报时 应该果断地停止帮助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付出 是有底线的 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宝贵的 不应该浪费在那些 不懂得感恩的人身上 第四类人 持续抱怨的人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 无论你多么努力地帮助他们 他们总是能找到新的抱怨理由 这些人似乎对生活充满了怨言 永远看不到光明的一面 即使你倾尽全力去扶持他们 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他们仍然会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来抱怨 他们的这种态度让人觉得很无奈 因为不管你做了多少 他们从来不会满足 更不会感激 这类持续抱怨的人 常常会让我们感到筋疲力尽 他们的世界里似乎永远是阴天 无论外面的阳光多么灿烂 他们都只看到乌云 他们的嘴里总是挂着 为什么这么倒霉 为什么我总是这么不幸 为什么别人都比我好 这类的话语 这样的消极心态 不仅让他们自己无法快乐 也让周围的人感到压抑和疲惫 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 也许是因为他们从未学会感恩 他们不懂得如何去欣赏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不懂得珍惜他人的帮助 当你给予他们支持和鼓励时 他们只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甚至有时还会嫌弃你的帮助不够完美 这种缺乏感恩之心的态度 使得他们在生活中越来越孤独 因为没有人愿意长期被这种负能量所包围 持续抱怨的人 总是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找到抱怨的理由 他们的抱怨似乎无所不在 从生活的小事到工作的挑战 从天气的变化到社会的问题 这样的态度不仅让他们自己陷入消极的漩涡 也让他们无法真正的享受生活 他们的心态让他们成为生活的旁观者 而不是参与者 总是在抱怨中浪费时间 却不愿意去改变 或许有人会问 这类人是否真的无法改变 事实上改变是可能的 但前提是他们自己要有这样的意愿 然而 许多持续抱怨的人 对改变充满抗拒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消极的思维模式 并且在抱怨中找到了某种安慰 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认为世界欠了他们什么 这样的思维 让他们无法走出负面情绪的怪圈 这类持续抱怨的人 他们的生活似乎总是在纠结和不满中度过 他们无法看到自己的幸运 无法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 当你给他们建议或帮助时 他们只会觉得你不理解他们的处境 甚至觉得你的帮助是多余的 他们的抱怨似乎是无止境的 不论你做了多少 他们总能找到新的不满 这种人不仅对自己没有好处 对周围的人也是一种折磨 他们的消极情绪会传染 让身边的人也感到压抑和无力 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职场上 这类人的存在都会让人感到疲惫 因为他们的抱怨 让你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无论你多么努力 似乎永远无法让他们满意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时 可能会感到无奈和挫败 但我们也需要明白 他们的抱怨源于内心的缺乏安全感 和对生活的不满 他们的心态让他们无法感恩 也无法真正的快乐 即使我们对他们再好 提供再多的帮助 他们也不会感到满足 因为他们内心的空虚和不满 无法被外在的东西填满 或许我们应该学会 与这类人保持适当的距离 避免被他们的消极情绪所影响 因为他们的负面态度 不仅会让自己陷入困境 也会让周围的人感到压力 与其在他们的抱怨中迷失自己 不如将精力投入到那些 懂得感恩和珍惜的人身上 这样我们才能在帮助他人的同时 也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快乐 第五 有些人无论面对什么困难 总是第一时间想到依赖他人 而不是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他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做方便快捷 省心省力 这种习惯依赖别人的人 其实往往缺乏感恩之心 甚至将别人的帮助是做理所 当然 这类人让人感到无奈和疲惫 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对周围人的一种消耗 首先 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有些人会习惯依赖别人 这种依赖心理从何而来 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 特别是在家庭和学校环境中 总是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助 他们遇到任何困难 父母或老师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久而久之 他们便养成了一种依赖心理 当这种依赖成为习惯 他们便很难自己去面对和解决问题 然而 这种依赖别人的习惯 不仅仅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更深远的是对他们个人能力的削弱 他们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无法在困难面前表现出应有的坚强和智慧 这样的人 在工作中常常成为团队中的累赘 遇到困难时 总是期望同事或上司来解决 而不是自己想办法 他们会不会觉得这是别人应该做的 忽略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在生活中这类人同样让朋友和家人感到无比疲惫 他们需要帮助的事情无所不包 从简单的生活琐事到重大的决策 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出于爱和责任感 也许会一次次的提供帮助 但这种无休止的索取 最终只会让人感到厌倦和无奈 尤其是当这些依赖别人的人 没有一点感恩之心时 情况更为糟糕 他们认为别人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 从未对此心存感激 这种态度让周围的人感到非常无力 我们不禁要问 这些人为什么会缺乏感恩之心 其实 这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环境有很大关系 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 总是被无条件的满足需求 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困难和挑战 那么他就会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溺爱的教育方式 让他们失去了对困难的基本认知和应对能力 感恩之心也就无从谈起 另外 这类人缺乏感恩之心 还和他们的价值观有关 他们往往认为 别人的帮助是应该的 而自己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他们不懂得别人帮助他们 是出于善意和爱 而不是义务 他们觉得这些帮助是天经地义 而不是别人的额外付出 这种错误的价值观 使他们更加无法感恩 甚至认为别人帮助自己 是一种应该的回报 而不是额外的安徽 习惯依赖别人的人 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动的位置 等待别人的帮助 而不是主动去解决问题 这种态度 不仅让他们失去了很多成长和学习的机会 也让他们的人生变得更加被动和无助 他们无法独立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总是需要别人的帮助 这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 显得无所适从 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不仅让他们自己受限 也让他们周围的人感到压力巨大 因为总是要帮助他们 家人和朋友也因此承受了很多不必要的压力和负担 他们的依赖让别人无法轻松 甚至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 第六 我想要和大家谈谈一种人 我们生活中常常遇见的 就是那些善于道德绑架的人 这种人 擅长利用道德和社会规范来迫使别人帮助他们 或许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他们总是以一种看似正当的理由来要求你做某些事 这类人通常会说 你应该这么做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充满了道德力量 让你不帮助他们 就会显得你不道德 无仁慈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感到愧疚 好像如果我们不付出一些帮助 就是错的 在我们的社会中 道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它帮助我们分辨是非对错 指引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但是有些人却把道德变成了一种工具 来操纵他人 他们善于利用我们心中的那份善良和同情心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总是让你觉得 如果你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 你就会成为一个自私不负责任的人 例如你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一个朋友经常找你借钱 每次都用各种理由来说服你 告诉你他有多困难 需要你的帮助 如果你拒绝 他就会说你不是我的朋友吗 朋友之间不应该互相帮助吗 这样的话语让你无法拒绝 因为一旦拒绝 好像你就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 这就是道德绑架 他们利用你的善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工作环境中 或许你有一个同事经常把工作推给你 然后说我们是团队 我们应该互相帮助 这样的话语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你总是帮他做工作 自己却疲于应付 这对你是不公平的 但是一旦你拒绝 他可能会让你感到自己不合群 不合作 对于这样的道德绑架者 我们要学会坚定的说不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变得冷漠或自私 而是要明白 我们有权利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善良是一种美德 但善良不应该被滥用 我们应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而不是那些利用我们的善良来达到自己私利的人 要对付这类人 我们需要有清晰的自我认识 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我们需要问自己 这个要求是否合理 是否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当我们感到被道德绑架时 应该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告诉对方 我们愿意帮助 但不能接受不合理的要求 有时候 我们也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容易被道德绑架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或者我们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们需要学会勇敢地表达自己 不要让道德绑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 我们也应该学会辨识那些道德绑架者的手段 他们通常会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服你 比如这是为了你的好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等等 这些话语看似有道理 但我们要学会分辨 什么是真正的道德 什么是被利用的道德 对于那些习惯于道德绑架的人 我们也要学会适当地保持距离 这并不是说要完全远离他们 而是要让他们明白 我们不会再轻易地被他们的话语所左右 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原则 坚守自己的底线 不让自己被道德绑架所困扰 第七类人 爱打听隐私的人 他们总是好奇别人的生活细节 似乎他们的生命中少了一个重要的元素 他们自己的隐私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试图了解别人的秘密 从而感觉自己掌握了某种权利 这种行为令人厌恶 因为他们不仅没有感恩之心 还有出一种对他人隐私的不尊重 这类人往往会在与你交谈时 不经意地提出一些非常个人的问题 像是你的家庭状况 财务情况 感情生活等等 这些问题有时看似无害 但当你回答了之后 他们会在背后津津乐道地讨论 甚至在有需要的时候 将这些信息作为一种威胁手段 你可能会觉得 这些人并不是真正关心你 他们只是对你的隐私 有一种病态的好奇心 当你与这类人接触时 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他们会在什么时候 利用你透露的信息来对你不利 这种不确定性让人感到不安 也让人难以信任他们 即便他们表面上对你很好 但你总会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 因为他们似乎在不断地挖掘你的私人生活 这种对隐私的不尊重 显示了他们内心的自私和冷漠 他们不会因为你对他们的好而感激 相反他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甚至会变本加力地探寻更多的隐私 他们对待隐私的态度是 别人的秘密就是他们的谈资 而自己的秘密则是绝对不容侵犯的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会尊重别人的隐私 不会肆无忌惮地打探别人的生活 这是一种基本的礼仪和尊重 也是维持人际关系的基础 然而爱打听隐私的人 他们缺乏这种基本的尊重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好奇心能否被满足 而不在乎你是否因此感到不是或被冒犯 这样的人往往会在你对他们表示善意后 变本加力地想要获得更多的信息 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与你建立真诚的关系 而是满足他们的控制欲和好奇心 他们不懂得感恩 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中 别人的好意是理所当然的 而不是值得感激的 他们甚至会利用你对他们的好 来进一步打探你的隐私 在这种情况下 保持距离是最好的选择 你不需要像这样的人证明什么 也不需要迎合他们的好奇心 你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 不受他人的侵犯 与其被这样的人消耗 不如将时间和精力 用在那些真正懂得感恩 尊重你隐私的人身上 人际关系中 尊重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来打听隐私的人 缺乏这种基本的尊重 因而也难以建立真正深厚的友情或亲情 他们的关系大多停留在表面 因为一旦深入 他们就会暴露出自己那种不尊重他人隐私的本性 让人感到不安和排斥 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对人只是好奇心重 并无恶意 但事实上 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畴 对你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和影响 这种干扰可能让你时常感到不安 甚至影响到你的情绪和心情 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 就应该果断地与他们保持距离 不让他们继续侵扰你的生活 保持距离并不意味住 你要与他们决裂或敌对 而是要为自己设立一道防线 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内心的平静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也是一种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 当你能够坚持这一点时 你会发现 生活中会多了很多的自由和轻松 第八类人 容易翻脸的人 很多时候 我们对一些人特别好 无论是朋友 同事 甚至是家人 只要他们需要帮助 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然而 有一类人 他们表面上对你很好 似乎和你非常亲密 但当利益冲突一旦出现 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翻脸不认人 这样的人 其实不值得你过多的付出和信任 这种容易翻脸的人 平时或许会对你很好 甚至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温暖和感动 他们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主动伸出援手 给你建议 甚至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陪伴在你身边 但是 这些表面上的友好 只是一层薄薄的面具 一旦他们感受到威胁或利益的损失 他们会立刻变脸 让你措手不及 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少见 或许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个曾经和你无话不谈的朋友 因为一点小事就开始对你冷嘲热讽 甚至背后终伤你 或者是一个平时对你十分尊重的同事 因为升职的竞争而对你处处设防 让你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这些翻脸不认人的人 他们的真面目 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刻才会显现出来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 这些人往往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他们会在平时和你打成一片 让你感受到深厚的情意和真诚的友谊 但是当利益冲突一旦出现 他们的态度就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对你的友谊 甚至会主动攻击你 让你感受到莫大的伤害 这种容易翻脸的人 往往有着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利益智商的价值观 他们在和你相处的过程中 会精心计算自己的得失 当发现自己可能会处于劣势或利益受损时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自己 甚至不惜牺牲你的利益 他们不会考虑你们之间的情意 也不会顾及你的感受 他们所关心的 只有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要被这些表面的友好所迷惑 我们需要认清楚这些人真实的面目 避免在关键时刻受到他们的伤害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对所有人保持警惕和距离 而是要学会分辨那些真正值得我们信任和付出的人 这样的人往往会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消失得无影无动 他们不会在乎你的困难和痛苦 只会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安危 他们会在你最无助的时候给你雪上加霜 让你感受到更大的挫折和失落 他们不会为你的成功感到高兴 反而会在你取得成就的时候嫉妒和敌视你 他们不会在你失败的时候给你鼓励 反而会在你失忆的时候幸灾乐祸 让你感受到人情冷暖的无情和残酷 因此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要对这样的人付出过多的信任和感情 我们要学会识别那些真正值得我们付出的人 并且珍惜那些真正关心我们 支持我们的人 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 找到真正的友谊和依靠 不会因为一时的错误判断而受到伤害 总结来说 对不懂感恩的人不要太好 特别是这八类人 他们不仅不会感激你的帮助 还可能会利用你的善良 对于这样的人应保持距离 避免让自己受到伤害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友谊和感情的建立是需要时间和精力来验证的 那些容易翻脸的人 往往在短时间内就会暴露出自己的本性 我们要学会观察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 特别是在利益冲突和压力下的反应 只有那些在困难时刻仍然对我们不离不弃 真诚相待的人 才是真正值得我们信任和珍惜的朋友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